去年5月 永利澳门向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捐赠2500万美元 并且承诺从2012年到2022年将会每年额外再多捐1000万美元 不过这项涉及1.35亿美元支持新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捐赠 如今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持有永利20%股权的日本弹珠基大亨港田和生 认为这项捐赠并不适当 并向美国内华达州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永利澳门披露财务资料 而永利澳门也证实美国证券交易所现正对永利澳门进行非证实调查 也已经致函永利澳门要求保存所有涉及捐赠的资料 以及任何可能有关永利续牌的信息 而永利澳门的赌牌有效期将在2022年到期 奥亚卫视澳门综合报道